Hello 由於我實在被兩位網友不斷叫我拍我的手工房 其實我家不是很大的 用不到一個手工房 你現在看到眼前的 我其中一個櫃子的一小格就是我放手工的地方 其他都可以介紹一下 第一層是放DECO的蛋糕 這些是裝星星紙的 這很少東西 這個圓筆跑 這裡放釘書機和花紋剪 這就是我來裝小印的 這就是我和朋友拍的貼紙照片 然後這就是用閹套製的書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技師寶仔 這是毛毛 你看見這隻有隻錶 很有趣 裡面的石是可以動來動去的 其實我是做什麼呢 那就是我的錶壞了 那我拆了出來就扔 扔一些Bling Bling進去 那就可以用來做手飾 那我現在介紹一下這一層 好了 那你現在看到左邊還有三張照片 那其實是貼紙照片 那不需要特別理會的 那我們再移個小小去看看吧 那你的水平線看得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呢就是 盒膠 這個呢就是一些絲帶 那其實真的很亂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收拾 然後再拍的 我也是隨隨隨便 那這個裡面呢 大裝 一些金粉啊柳子啊那些 那這個呢 就是 但是 這個寫了名字 金粉膠水 那其實真的很少東西 所以我也不想去介紹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是不是那個巧克力 那下面是什麼來的呢 下面呢 其實是有個袋子 這個袋裡面裝了那些貼紙 那些 那這些遲些可能會再介紹一下 那現在大概說一下 那再燙過一點點 那看到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 雙尾膠質機 已經荒廢已久 還有這個呢 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那些筆都有的 那我拆出來的 那這個有個滑滑的 那以前那個呢就是 那以前的用途就是 用來 那麼 開些膠水 真是 但是 就是 它很有可能 用來印章就可以拌均勻 多吸索一些物品 這裡有一枝 便宜的膠水 這是白膠漿 這是黑色的印台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雙面膠紙 這三個是10元店買的 有顏色的貼紙 應該說是膠紙 這個被我弄得很醜的家智座 這裡弄了一些霜霜 裡面這個就是貼紙 這個是Katy給我的 因為我怕我會把他的信封 我不會扔掉信封 不過我怕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我拔掉它出來怕不見 但我也不會捨得用它 這些就是我自己弄的雪糕 心心的那些 這些就是那些貼紙 我貼了出來 這樣呢 這個就是 千袋紙 再多放一點點 因為其實也不夠位過了 就是這樣看 第一個就是放些豬片 這裡放了一些豬片 就是所有人送給我 這些玫瑰花 這個Katy 昨天給我的 還有一些荔皮膠紙 都在這裡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絲帶 這些就是猩猩紙 就是別人給我的 因為比較嫩 自己就會保持得好一點 因為自己本身有的 這一袋就是手工紙 這個很少的 不過是很嫩的 有些用過也沒用過 這些是食肌 都放在一起都很嫩 因為我真的不要收拾 這個就是在大眾買16元的 新型貼紙 這個真的很有趣 很喜歡這個 所以都不捨得用來製作卡 這個就是叫做小花柄 就是10元店買的 還有一些貼紙 其實這個位置 你沒理由逐樣都拆出來 如果你想要這張紙 夾在下面就糟了 所以我也是拆開了包裝 如果想要的話 上面有少許雜物 這些我也拆開了包裝紙 那如果有些雜物 你也可以這樣拿起來 這樣再拿 這樣就方便一點 對 這樣把它收拾好 因為我媽媽一定要 我收拾得很漂亮 不然她就不讓我玩手工 一定要弄好一點 這個就是鹽雅麟 那這些呢 就是交換禮物的時候 特意買了這個6元 就100個袋 小袋 因為有時候我之前 因為我很後悔這麼晚才買 因為之前買BlingBling的時候 都是用紙貼的交代給大家 所以很噁心 那這些是那些卡 這些就是潘潘送給我的貼紙 這個叫做巴黎寶 裡面是色紙 這個就是創色主義碟紙 還有一本 都跟幾多人交換過的 10元電買的格子寶 不是 格子紙的寶 這個有10元電買的 就是寶寶的寶寶卡 就是它自稱是 那這一疊呢 就比較多 因為我不同的尺寶 買了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麼多很便宜 那這一疊呢 其實軟硬度是不同的 這張也是 大尺寶一點的 又是 不過我也不知道買這麼多來做什麼 真的弄一輩子都弄不完那一疊 然後還有一些 這些 這是4元的 一疊 這些 單刊紙 有時候譬如考試 物書 你抄好那些東西在這裡 那你考試前拿出來 就不用整本書 真的類似這輪子的 但是這個就沒有洞 還有這一本 牛奶寶 那我最初最初 我還記得是 製卡桿 我也是用這裡裡面的紙 那這裡呢 就 找個 書架就夾著它 那我順便介紹一下 這裡旁邊的吊色 那這個呢 就是Winnie the Proof 那這些呢 這就是貼紙 就不詳盡介紹 那這個就是 鹽馬輪來的 那下面是不是還有一些照片呢 這個是黃紙來的 那這個呢 其實也不關手工藝事的 就是鹽馬輪來的 那這個所以我整天的牆 都貼了一些照片 那介紹到下面了 這些就是有些 Cream來的 嗯 那再隔離一點 好了 這裡 去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 我昨天應該介紹的 不過太噁心 就沒有介紹到 這個呢 這就是 Domary for soul 就是 這個是李雲基 李雲基的照片 那我拍印 我曬出來之後 就用一些夾子 用串起它 這個也很久之前做的 所以都有點搭 然後這個就是 昨天看到的jack 這個就是 一個 寶仔 不是 是那些攝石板 那這樣呢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小牆一周 那我的牆子是紫色的 那這個呢 就是攝石板 那這個有些李雲基的照片 那是不是很無聊呢 那希望大家繼續看 那這些呢 就是我畫的 都是一些卡通的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這麼高呢 其實全隔我三腳架 那另外呢 是 這裏呢 就是一幅畫 那我已經做了上去 那天花板呢 其實看到有些暗星星的 那我試一下 熄燈看 看不見 是看不到的 這個呢 就是我一盞 燈吧 就是這樣啊 很老套的 那大致上呢 都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的房間 好了 那我下次再詳細一點點 就 逐樣介紹一下 譬如這個裡面呢 還沒有開的 還有另外一個 的 手工的裝 裝飾的箱 都還沒有給大家看的 那我這個影片 就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個 介紹手工房 拜拜